当我们在编写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 遇到一些意外的问题 让我们一眼看不出问题的原因来的时候 如果了解调试技巧 可以让我们排查问题变得迅速 并且精确非常多 Node.js发展这么多年 调试也比以前变得简单非常多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Node自带的Inspector 另外一种是利用IDE 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代码用的VS Code 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到Node.js的官网进入Dogs这个选项 然后有个Inspector 它里面专门在讲有很多种调试方法 它给介绍了第一个就是安装一个Node的包来进行调试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用Inspector这种方式 也是Node自带的一种方式来调试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用IDE进行调试 后面也有其他的IDE都支持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就行了 其他的实际上具体的配置 都是在对应IDE的官网上一查就可以 首先呢 用第一种方式 交给我们了两个步骤 第一 在Chrome上呢 打开这个地址 Chrome-Inspector 打开之后呢 长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 就打开之后呢 第二个还需要安装一个Chrome的插件 就是点开直接安装就行了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命令来调试我们的脚本了 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写一个测试的脚本 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呢 让它就是生成两个随机数 当然这些代码并没有实际意语 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调试的一些流程 然后呢 我们来定义第二个函数 直接让它使用这两个参数好了 它有两个参数 A B 然后呢 我们里面进行一些逻辑判断 我们都随便写一些代码 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让Test1呢 来调用一下Test2 这个Test2 并且把生成的AB呢 传进去 我们让这个数变得简单一点 否则太长了 大家没法看 把它给变成个 10以内的正整数 然后我们来调用一下Test